从油槽中救援出来后 灵气男子除了满身重油污 还有严重灼伤 当时男子在清理油槽 因为吸入过多的油气缺氧昏倒 消防员为了救他 使用电动切割器具 火花却引燃了 油槽闪燃 工人被救出时 鼻子双耳都坏死 手指卷须 全身高达49% 三到四级的灼伤 历经十多次重建手术 才走出医院 但外形面貌剧烈变化 除了让他难以面对自己 工作更是处处碰壁 他因此提出 754万的国家赔偿 但一审却败诉 上诉二审之后 高院以新北市消防局 救援过程有疏失 逆转判决 判赔412万 全案还可上诉 强调救灾评估过现场环境 将会再上诉 而当天出勤 遭控业务过失重伤害 获得不起诉的理性消防员 透过脸书说 不后悔做的决定 遇到了就会去面对 不需要任何人怜悯 他没有推卸过任何责任 就在这条路 只要跟人命相关 他从不放弃 并且说 消防员没有悔恨的时间 因为还有更多人 需要他们 只能自舔伤口 继续前进 写出消防员心声 而受伤的灵性男子 只判拿到国陪 支持他照顾家中良老 以及一对儿女 过完下半辈子 记者吕龙神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